星期六早上的天理報告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理報告 我是楊瀚賢 凌晨時分的一場大雨影響了香港 我們從雷達圖片看到 基本上有一條強烈雷雨帶橫掃了香港 特別影響到香港南邊的一些地區 看看香港的雨量分佈圖就清楚顯示 無論市區或以至西貢一帶 今早早上都有些大雨 累積了分別有超過30毫米 雨水特別大又在好幾個地區 包括在香港島部分地區 南亞島、長洲一帶 分別錄到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這麼大雨的情況下 天文台曾經發出過暴雨警告 首先我們1點50分就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 及後去到2點25分的時候 就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一路生效維持到去到4點05分才取消 這麼大雨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溫度也有些下降 今早早各區最低氣溫 都是計乎24至26度之間 市區今早最低只有25度 為何下這麼大雨呢 我們看看大範圍的形勢了解一下 其實不單止香港大雨 在我們鄰近地區 包括南亞北部或以至台灣一帶 都是被一些厚實的對流雲團所覆蓋住 這些對流活動其實與徘徊在華南沿岸的低壓槽相關 所以預計今天的情況都沒有明顯的轉變 預計都會是多人 有罩雨和狂風雷暴 雨勢還會有時頗大 氣溫最高達到28度左右 至於未來兩三天 我們看看一些預測的天氣圖 都會留意到 有條雨帶繼續宅住這些區 原因我們可以看到那條低壓槽 繼續會在華南沿岸徘徊 所以令到這一區 基本上包括香港在內的天氣 都不是很穩定 亦都展望香港的情況 未來兩三天 基本上天氣都不是很穩定 間中會有些雷雨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明天雖然是父親節 大家要外出的時候 最重要是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 香港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 再見